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新竹县的文新路一段上面 这名窃贼趁着暗夜无人接连敲开路边机车的坐垫 要来翻找车厢里面有没有险金 我们的四岁男童继继父的狠心虐死之后 引发了舌机哗然 而在现场当中有一名男子在网络上面 号召网民路过这个住家去关心一下 今天五毛大头条头条交定 我们要带你来关注的是 在这么重要的防疫期间 既然还有里长 纠团要来去欧洲游玩 就在新北市中和有一名林姓里长 他10号带着14名里民到西班牙跟葡萄牙 要去旅游 里民就爆料说这名里长去年就纠团 但是疫情却越来越严重 但碍于如果退团的话 必须扣一个人一万块的定金 再加上回台湾之后还可以领到一万四千块的补助 最后还是坚持出游 对此这名林姓里长 我们访问到他了 他透过电话向社会大众来道歉 并且澄清他绝对不会领这一万四的补助 但是无视于政府防疫的宣导坚持出国 除了网友骂翻天 新北市长侯友宜更是落下重话 我真的就像侯友宜说的 其实这时候你还想着什么出国去玩 我觉得这时候还想着要出国去 想的是钱或者是补助 这种事情真的是太自私了 除了这名里长之外 我们还要来看我们的人民保姆警察 这一次他也犯了一样的错 在彰化有一名陈姓远警 他3月10号到3月20号 对着他的老婆要去土耳其玩 但其实土耳其的状况当然也不理想 但是他就想到说 他去年这个机票已经订好了 算一下来的话 一个人解约大概要付10万块的解约金 两个人加起来是20万 舍不得这个钱啊 所以不管周围的人怎么劝 他10号还是职业 跟太太一起要到土耳其旅游 这件事情当然也造成了 他其他同事很不开心 但没有想到现在OK你去了 结果现在求的是什么 他有可能回不来 为什么说回不来 在3月16号开始 阿联酋航空决定说 为了要来减少损失 跟非必要要来飞到台湾 所以他们已经现在 从3月16号开始 停飞台湾了 所以他们现在从土耳其 要怎么样回到台湾来 这恐怕还是一个未知数 所以他现在回到台湾来的这个路 要怎么走恐怕很难 好 如果这个时候还执意要出去玩 结果回不来 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观众朋友的观感是 那你当初干嘛去呢 你这不是自作自受有点活该吗 但我们也总不能看着我们的国人 就在国外回不来吧 我们还来看 除了这个警察的例子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人现在面临到的是 OK他们去了之后 不是飞机直接取消不飞 就是当地竟然直接锁国或者是实行戒严 他们根本就回不来 我们来看在北非的摩洛哥这边 北非的摩洛哥从15号开始 无预警地宣布锁国 造成当地旅客根本措手不及 所以算了一下 目前台湾就有多达8团到10团 算起来有将近上百个人 至少是124个人起跳 受困在北非摩洛哥 因为现在3月15号 他们把国门一关起来之后 所有的陆海空都全断 所以在网络上面 李嘉飞也就是现在的旅游集团的董作特助 在脸书上面就请外交部要来帮忙 因为现在锁国变成很神秘之后 这个速度也很快 他们根本来不及阴影 所以所有的人只能滞留在这里 但说到这个李嘉飞 或许大家对他有点印象 大家还记得他吗 这张纸条 他那个时候写的总统 媒体在拍您打瞌睡 原来他那个时候是马政府的发言人 那个时候还写了一个非字 现在他就是当这个旅游集团的董作特助 他也在脸书上面 发出了这样的求救讯号 而另外除了摩洛哥之外 我们再来看在南美的秘鲁 他们从3月16号开始 也宣布要来建言整整15天 所以在熊市这边也有两团 一共40个人一样也是回不来 而包括我们外交部 的发言人就说了 现在大家都是平安的 至于要怎么样回来 都还在讨论 在台北市的胜券公司 麦格里有员工被感染了 武汉肺炎 整栋大楼的人 其实每个人心里面 都是非常的害怕的 另外16号 台湾一口气爆增了 8名确诊个案 而且都是从境外移入 包含到了埃及 以及土耳其游玩的旅客 还有到西班牙上课的学生 要来追查跟他们有所接触的人 是这一次疫调的重点 但是陈时中说了一个坏消息 他说未来的案例一定会持续增加 因为目前有上呼吸道 还有肺炎症状的病例 大约有513个人 好 那到底要怎么样防堵 这一次的疫情 绝对不能让陈时中 或者是大的努力都破功吧 新北市长和友宜就下令了 基于防疫的考量 在6月底之前 高中职以下的老师跟学生 一律不准出国 流行中心在昨天不是公布了 8个确诊的病例 其中有3个人是住在南部 也是前往土耳其观光 访台之后确诊 而高尔市政府卫生局 要来追查他们的接触史 发现这3个人的自主健康管理 都还挺谨慎的 减少外出 也都有戴上口罩 由于其中两名确诊 是一对夫妻 他们的儿子也是同团去旅游 但是他目前是没有症状 一采为阴性 目前是住在负压隔离病房 来进行观察当中 至于另外一名确诊的妇女 他跟一对儿女同住 也是因为担心 传染的风险 都是戴着两层的口罩 境外移入的个案越来越多 其实现在也大让 大家变得跟着一起很着急 因为觉得台湾的防疫 其实走到现在 我们真的做得不错 但重点是 我们也真的很努力 那到底要怎么样来阻止 这样的案例 急需地往上攀增 现在有人提出来说 很多国家 纷纷禁止外国人入境 那我们台湾 什么时候要来跟进 为何部长陈时中坦言 我们几乎要这样做了 但一届们也忧心 台湾人出国会成为防疫的破口 也纷纷喊话 除了要让外国人进不来之外 是不是我们也不应该出国去呢 那在武汉肺炎期时 它这个传播的速度跟感染力 真的是相当的强 所以在美国这边 他们也祭出了 在非常时期 必须要做的非常手段 我们来关注的是 在美国这边 现在有五个郡 全部都宣布 要来封锁 这个封锁的方式是什么呢 其中就是如果今天 你不是要去看医生的话 或者是你不是要来采买 一些生活必需品的话 不好意思 你绝对是不能出门的 像是他们这边的餐厅 你就连要进去内用 现在都没有办法了 你只能提供外送 你带回家吃吧 我们不要坐在餐厅里面吃 另外他们的酒吧 健身房 还有电影院 所有有关于娱乐的场所 通通都不准开门 能开的有什么呢 只剩下药局 银行 加油站 跟一些杂货店 就是一些大家必须要用到的 可以让大家生活 持续是正常的 但是有关于娱乐的 健身的 运动的 通通都不行 这五个郡 封锁的话 算下来影响有六百七十万人 怎么多 为什么会这样做 我们来看 在美国国防部的五角大厦 在这边大家都说 这个地方等于是 美国的心脏 但是在这里竟然传出了 有三十七个人 确诊了武汉肺炎 你知道在五角大厦里面的 职员上班的人 竟然有两万两千个人 这个地方可以说是 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办公室之一 现在竟然也传出了 武汉肺炎 入侵了五角大厦 所以包括在五角大厦当中的 国防部部长跟副部长 都要来进行隔离 今天的最新消息 英国的男星 伊卓瑞斯艾巴 他在雷神索尔系列电影当中 不是担任这个彩虹桥的守门人吗 很多人都很喜欢这个角色 不过在今天烧桑的时候 他也传出快消息 他今天在推特上面 传了一个影片 公布他确诊了武汉肺炎 他说到现在身体的状况 感觉是还可以的 目前为止也还没有任何的症状 正在接受隔离 并且他也拍了这个影片 提醒大家应该要多洗手 保持距离 更强调现在的社会 不应该再分裂 现在正是团结的时候 好 今天的天气 看起来十分的不错 但是似乎从今天入夜开始 天气就有非常大的转变了 立刻把时间交给世祥 世祥午安 樱桐午安 还有个观众朋友 大家午安 我们现在先通过室外警 代表您 再把时间交换给樱桐 好 现在在疫情 这么严重的状况下 或许我们来吃点美食 把它带回家吃 是最实在了吧 我们来看看这家 已经飘上一夹子的凉面 跟别家凉面 很不一样的地方 就在于面条 他们粗饮的口感 吃起来就像是拉面一样 所以当你放进嘴巴里面 你会发现他们家的面 真的很有嚼劲 再淋上他们特制的酱汁 还有小黄瓜 丝豆芽菜 熟客甚至还会淋上一点辣油 这个花椒的香气 香麻顺口 不能错过的 还有他们家的味噌 奏合汤 副部长陈时中 因为担任中央流情 疫情指挥中心的防疫指挥官 受到很多台湾民众的肯定 在屏东潮州 有一间咖啡店的老板娘 要送一个礼物给她 咦 咖啡杯上怎么出现一尊人像 而且看看这个人 其实自称相似 没错 他就是中央流行 疫情中心指挥官 陈时中 有没有觉得很惊讶 有有 像我们阿中哥 阿中哥 真的喔 那你们本身也是护理人员吗 护理人员 护理人员喔 这一项 都很香 都很香 和本尊比一比 无论是长相 还是拿麦克风的神韵 都有几分神似 拉花上还有提醒民众 戴口罩 勤洗手 量体温的防疫标语 这尊陈时中的人像 其实是四滴咖啡拉花做出来的 巧手老板娘为了做出成品 失败过好几次 为的就是要勾勒出 陈时中疲惫的神韵 他其实在上媒体上新闻的时候 我看他眼神其实都是很累 很憔悴 所以他的眼神的话 我就特别就是在勾勒出来 就是比较疲倦的一个感觉 不长得辛苦 这位咖啡店老板娘 其实感同身受 原来他原本就是医护人员 后来才转职开咖啡店 会花心思做出这尊陈时中的拉花像 也是要向他致敬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护理人员 那我也有经历过 SARS那一段时间 还有我在加护病房的时候 是真的真的很辛苦 陈部长就觉得他的精神 就像客家精神一样 就是还蛮应景的 所以说特别做这一个 4D拉花来感谢他 也感谢他对护理人员的打气 花费四个小时做成的立体拉花 老板娘特地放在冷藏柜保存 有客人才会特地拿出来拍照 曾经获得金绝奖咖啡立体雕花 冠军的巧手老板娘 虽然已经转换跑道 但还是用自己的心意 为第一线医护人员加油 记者林安平评论报道 另外这些话您听得下去吗 前国民党立委邱毅 还有新党的台北市議員潘怀宗 接连在节目上面谈论疫情的时候 都替中共说话 邱毅说疫情受到控制都是因为中国牺牲奉献换来的 还痛批台湾人讨好杨爸爸 而另外潘怀宗更是连老大哥不计较小老弟的错 这样卑微的话都说的出口 引发了网友批评 前国民党立委邱毅个人节目上谈 武汉肺炎当场开口痛骂 邱毅说武汉肺炎已经沦为有幸人士用来营造反 口罩的实名制短短三天之内就有办法 让全台湾有六千多家药局可以上线开卖 其实这背后日以继夜加班完成的 这是来自于这个公务系统的健保署资讯组 甚至现在健保卡只要一插卡 相关出入境的资料或者是旅游史 都可以让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有办法全部掌握 这也是健保署同仁牺牲过年假期 只花了一天半就完成的任务 真的是展现了台湾不凡的实力 给全世界都看到了